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呦 吓死我了你 你吓死我了 不是 你 你说你也是的 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家 这门也不关 是吧 这幸亏进来的是我 这要是个贼呢 你来这儿有事吗 我这边带着东西 还特意慰问一下 奋斗在一线的崔老师吗 已经好多了 没什么事了 以后别乱花钱了 才是没跟你一块儿来啊 没有 那个 不是 我 我自己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你觉得你自己来合适吗 合适啊 周彩儿对你不错 你有这么个女朋友 你就好好珍惜她 她每天为你餐厅的事情 也操劳了不少 你说你没事老往这儿跑 合适吗 还有啊 不要让彩儿误会了 行 那你这么说 那我明天就跟她 把事说清楚 跟她说什么呀 说清楚 其实我内心在乎的是你啊 简嘉宾 我告诉你啊 如果不是因为周彩儿 像你这类的人 跟我做个普通朋友 我都不太考虑的 哎呦 感情这事可不好说 就像你这号的女人 在之前 也根本不会入我的法眼的 但没办法呀 就 就但凡是你的困难 你的事 我是发肆肺腑地想帮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灯鼻子上脸了是不是啊 还有什么狠词 精管数 在我这儿练抗击打能力呢 哎 那得多谢谢你 这儿练了一段时间 还真锻炼出来 你要有这闲工夫 把这心留给彩儿吧 哎 她不行 她跟你不是一档次 水准都不一样 啊 我喜欢什么样呢 我喜欢有挑战性的 高难度的 显示我的水准 是吧 对了 关于餐厅的那些意见 是不是都是你告诉彩儿的 不是 都是成年人了 是就是呗 你是为她好呢 还是为我好呢 我说不要脸 是不是得有个限度啊 哎 你要是老这么 距我于千里之外的话 我很容易理解为 你对我欲擒故纵啊 我这儿是没法形容你了 那咱们就 哎 哎 这不就 你这不就 你这不叫什么叫 从一而终吗 你们男人要不吃完 你看上锅里 要不叫他两条船 我之前看见那猪蹄不错 我以为你是男人里的真品 公子哥里的一类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都不知道猪蹄喜欢你哪一点 感情这事 真不是一加一等一二啊 你要是非这么说 当初你怎么就看上江俊杰这么个主了 那是因为我那时候还年轻 我不懂什么叫爱情 你当年轻 那你现在懂了吧 你如果现在懂的话 行 哥们给你个机会 让你彻彻底底了解了解我 简佳明 你要是喜欢周采儿呢 你就好好对人家 不喜欢他呢 你也大大方方告诉他 做爷们儿就得有个爷们儿样 你给我坦率点 行啊 你的意思让我跟他分手是吧 这事我听你的 我什么时候说了 你别曲解我的意思 你不就这意思吗 我说什么了 不是 你刚说的呀 你什么人呢 你看你急了急了不是 你 你 你别急你我 你 我跟你 这 我不就说了一个 你惦记吗 你可至于吗你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这惦记怎么 惦记怎么解释啊 惦记就是关心 关怀 朋友之间最真诚的那种感情 怎么到你嘴里就是贼偷贼惦记了 不对呀 你刚才这么大段灌口杯这么熟 是不是早准备好 就等我今天向你来表白了 简佳明 我已经没有形容词可以形容你了 你赢了 赢了好吗 别别别别别 别这样别这样 那个 这感情这事 这不存在输赢啊 你要不愿意 咱就不聊这事了啊 不聊了 不聊了啊 那个 咱聊点别的 那什么呢 咱聊点设计史 好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 是 这这目前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 但说心里话 我是真觉得你是这方面天才 而且你有极大的工作热情 你要说这个 还能跟你聊两句 不 我 我真这么认为啊 你别看我是 我是 我是外行 但是你 你 你是真的 挺让我惊讶的啊 你别看你外表这么爷们啊 这想不到内 内心还很 奔放 这要客户要求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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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么大伙干嘛呀你 你是不是工作时间长累了 躁是吧 我知道可能是工作太累了 这么着 今儿天不错 咱出去溜达溜达 可你啊 换个人还差不多 行 那都随你 那没什么事了吧 那我改天再来看你 那不送了 那汤还热着呢 你趁热喝啊 再见 你 你还别说 你们俩这发型还真挺像 好 像吗 好 喂 但是我听到过 那些发型还很重 喂 你说吧 好 我说 那个 刚刚那医师说的 做变形手术的那个 该不会就是你吧 是我 我 家医 我跟你说是 是是是那个 医生她就整错了 就误会我了 那你是在调查的 那 她体认真嘛 那必须的呀 我做事什么风格呀 况且我是第一次跟灵灵合作 那我能让她失望呢 你等会儿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我是来找一个朋友的 你这儿有朋友 得了吧 你是不是来做变形了 我不是 我就是来找一个朋友的 好好好 我跟你说 其实这大小真的没错呗 你说呀 我这次小不是啊 因为做这衣服 我根本不关心这儿的 真的 奶子的意思就是嫌弃我的朋友 其实真的没所谓 我跟你说啊 你 你说 你 你整得跟那个周晨儿似的 秋大海没比能喜欢 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那以后行许有关系呢 电梯等会儿 等会儿 电梯 这怎么跟她有关系呢 什么关系啊 潮阳 先别走啊 你 你都明白了吗 我看玲玲都开始画图了 估计这几天吧 就设计出来了 我这两天也上网查了一下 你说人家这大公司啊 都有自己的模特 那平常就是在公司待着 那有什么衣服 随脚随脏的那儿能去换上就换上 我哪儿有这待遇 对 你要是觉得我可以的话 其实我是可以帮你的嘛 你帮我 算了吧 我家里还有一假模特 挺好使的 我先忙别的了啊 再见 怎么样啊 真不错 我这两天没少看 真没有你这种款式啊 行啊 小脑得过来有货呀 手拿开 那 那就这些材料啊 你就先紧着这个做嘛 这是样品 你要需要什么 再给我列个单子 行 那就开工 研究好怎么做了嘛 我这手艺不是吹的 那行 你坐上 我在旁边给你指导指导 算了吧 你啊 赶紧去睡觉去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 你这个图纸啊 就变成了成品 那您喝口水 谢谢 您要是晚上饿了的时候 热着汤喝啊 好的 您辛苦了 您有完没完呢 要不然咱们一块儿坐 别 您忙着 快点 你这么关心他呀 这不是好兄弟好搭档吗 再说他早晚是你的人 我这替你关心他呢 可他就不知道怎么关心我 怎么了哟 没事 烦 我先出去走走啊 强阳 你饿不饿 我有汤热给你说呗 我不饿 多好的汤啊 下面可得好吃啊 我不吃 谁要下面啊 我饿了 那个 要不我下面给你吃吧 你下面不好吃啊 谁说的 那个我下面吃 你绝是不是朝阳 来 你给他说说 你添什么乱呀 我添什么乱了 我比较无私 我再给你们买这加个蛋 我不吃 要我也行了 你俩谁下面不一样啊 你说为啥是破事 你这瞅着这么把天 烦死人了 烦死人了 是他烦了 他非得说他下面那种 我不吃 你行啦 你看着你俩我就烦 我我我我去屋里去了 你去屋里去了 你不要下边吧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什么人呢这 柳阳 我下面真的很好吃 下面你自己吃吧 秋大海一直苦苦寻找着 些殷勤的鸡狼 他坚信自己的行动 总有一天 可以感动欧影 小的这个 来 先喝喝喝 真的不是个东西 你是说王朝阳吗 没错 我和他认识这么多年了 他一直都这么孙子 你 你怎么说话呢 我是向着你啊 你看你刚才对他那么好 他 他怎么对你的 我如果能打得过他 我一定替你暴打他一顿 我就说说你不能打他 对 君子动口不动手 来 来 喝会儿汤 欧阳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还不够明显吗 挺明显的 但是我就觉着吧 这种事不能勉强 关键是他什么态度 你问了没有 他之前对我挺客气的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 搬到这儿来住是不是 但是我没想到 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差 尤其是 尤其是在这次量完了过后 因为这种事不至于吧 至于你不知道 我今天 算了 算了 不想说了 那不想说就不说 多喝点汤 你能这么打身体呢 邱大海 你信不信我把这汤 给扣在你脑袋上 你 你别急啊 我和别人不一样 我这是发自内心地 关心你的健康 真的 你男人怎么就 那么看重身材呀 大多数是这样吧 但是我和别人不一样 我注重的那是内在美 品行 道德 操守 那些传统美德 都被现在这帮年轻人 给吃干喝净 一点都不剩 动不动就是高富帅 白富美 那些都是偶像剧 哥们这样的才是生活流 用着看着的都踏实 说得挺好 我才不相信你不在意外表 我真的不在意 你看 我就觉得你就不错 不不不 那个 其实你是属于内外兼修的 而且吧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东西 它就越大越好 你又来了 真的 我是发自肺腑 你先别着急啊 你听我说 你看啊 我们地产界就有一条关于房子的科学理论 说根据调查研究 一个人最适合的居住面积 是六十五点七平方米 小了呢 它憋屈 大了呢 它空得慌 只有这个面积 它是最合适的 那你说 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美 关键是合适 合适才是最好的 这个道理啊 它就是在其他地方 它也是试用 我不吃了 那天国桥太冲动了 你别生气啊 能理解 换作我的话 回家看见一个陌生男人在家里 我也得发火啊 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就行了 人和人之间需要理解啊 你能这么宽容真是太难得了 我这个人啊 看问题一向很淡然 成熟男人嘛 想发火都发不起来 再说 仔细想一想 没有什么问题 是一定要通过暴力来解决的 踏实能有你这么成熟的想法 那就好了 你也别怪他 别因为我 影响了你们俩的感情吧 我们俩 你想多了 你们俩毕竟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 有基础啊 要是实在分不开 就复合吧 不可能 再回去 我还是老样子 那你不打算再给他一次机会吗 早给过了 其实 你这个人呢就是太善良 总是替别人考虑 你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啊 我现在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机会就在你眼前 你可一定要抓住啊 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那我 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家离这很近的 那 那我 什么时候再约你 你方便啊 随时 看你时间吧 我先走了 行啊 你们俩 就这么给做出来了 主要是王超阳心灵手巧啊 不不不 主要是玲玲设计独特 不知道穿上什么样 书衣这东西可不能是样子货 所以啊 三位赶紧试试呗 我 你这还得拍下来啊 那当然了 这是我同一批作品 不不不 你还是等梁总请你到公司拍模特吧 这三位贵宾我亲自审查 感觉怎么样啊 灵灵 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睡衣 会不会太夸张了 这 这怎么睡觉啊 不夸张 这张真好看啊 灵灵这张给我了啊 我是没什么问题 可是这是样板啊 又不插下去一件 这弄设定了 那如果谈不成的话 我得怪你啊 肯定谈得去 欧阳 你这 干嘛不换呢 不行啊 出去 怎么了 是不是你们又吵吵她了 你 肯定是你 你说人哈喽琪琪了吧又 没有啊 她小孩脾气 一会儿就好了 好 你在呢 我 我回来找点东西 难得你回来 我给你看样东西 你等着啊 好看吗 好看吗 这灵灵设计的吧 你怎么知道呀 我看过设计图 你去见过她呀 那你别说啊 这成衣跟设计图 还就是不太一样 那你这是北洋设计啊 还是北洋摸的 都不错 那你想不想看的 你仔细 不用 我待会儿 还有事儿 就不仔细看了 好 佳明 你留下来陪陪我好吗 每次我从饭店一个人回来 这屋子里都是空荡荡的 你就留下来陪我说说话也好啊 那个 彩儿 那个 听我说 你要是不这样的话 你要是不这样的话 我还能陪你聊会儿 你要是老这样的话 我 我还真不敢 我又不会把你吃呢 乖 彩儿 彩儿 那个 送我来 送我来 你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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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那财儿呢我就挑明了跟你说吧 我是真的没想跟你谈恋爱 你现在想反悔了啊 没有 我是说咱俩现在的关系挺好的 既是朋友又是合作伙伴 那你什么意思呀 那你在我朋友面前 全部都说我是你女朋友 现在你想反悔了 我还怎么见他们 这是 这是我必须跟你道歉 我那天纯属是跟我爸 我较劲 我赌气 所以才 才那么一说的 真对不起 贾鸣 你不能这样对我 要不然 我们爸以前都忘记 我们重新开始 你重新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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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儿 你看 听我说啊 你还可以继续在这儿住下去 但是 咱俩这朋友这界线 千万别打破了 好好休息 假的 界线啊 界 界线 可是 也不能说是很完美 还是有点小问题 没事 梁总 有什么问题您不妨直说 问题多少还是有点问题啊 但是总得看 是不是有点过于保守啊 嫂子 这就是你设计的产品啊 嗯 不会吧 这哪个女人 能喜欢穿这样的睡衣啊 太艳俗了 再说呢 这哪位老公 能看到自己的老婆 穿成这个样子 能放心吗 梁太太 梁总还觉得这个设计 太过保守呢 是吗 不是啊 你们就误 误回了我 我的这个 这个思路啊 其实这个一个内衣的设计啊 它一定要要有一个内涵 是吧 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这个传统的美德 但总体的设计事务 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这个就细节的地方 稍稍再 再收敛一点 你回去再想想 然后回头 回头咱们两个再沟通 好 再见 行 没问题 燕子 你们老板是请我们来做设计的吗 怎么那眼睛那么不老了是 我们早就习惯她了 你没看到老婆一来 她又怂了吗 其实啊 这公司实权都在她老婆手里边 但是她要真发起飙来 她老婆也得让着她 哎 俩个人说不清楚了 互相吃醋 哎呀 我 我看她就是 邱大海的未来版 老色鬼一个 哎呀 反正不管怎么着吧 尽快给我们一结果 嗯 行吧 行 那我们先走了啊 好 不送了啊 来 拜拜 拜拜 走 怎么了 今晚找个酒店 聊一聊设计的具体细节吧 爸 大不了咱们不干了 必须得教训她这个老东西 哎 别别别 你不就想教训教训她 看我怎么让她求生不得 求死她 喂 妈 我回来了 儿子回来了 今儿这么有闲工夫 回来陪老妈呀 今儿餐厅也没什么事 我说回来陪你们吃顿饭 好 好 有什么好吃的 糖醋排骨肉 爸 爸 我特意找人给您定制了一把壶 怎么样 出自国家级公益美术大师之手 你看这点 这儿 这儿还有您的名字 全世界就这么一把 独一窝儿 漂亮 太漂亮了 你 你那上回啊 送我半斤茶叶 跟我要了一部车 这回生活我一直插屋 你还跟我要什么 爸 你看你 你怎么这么想你儿子呢 真是的 我回来根本不是管你咬东西的 我是发现了一伤机 伤机 餐厅开饭店 不不不不是不是 我是说那个 咱家那老厂房 江边那个 是不是有一仓库在那儿 有啊 怎么 是不是很多年都空到那儿 没人管 你 你这会儿又搞什么名字啊 商机就在这儿 您知道现在什么房子好租吗 就是好多啊 那种就是艺术家呀设计师什么的 特别喜欢在这类大的仓库这种地方啊 就是开他们自己的工作室 他们叫 叫什么 老厚的什么那种 我打算把咱那地方啊 收拾出来 简单装修一下给租出去 点子是不错啊 装修得花一笔钱啊 装修钱我来出 您只要同意我用这地方就行 有人租吗 哎呦 这足够 足够的排队等着呢 嗯 是吗 啊 当然了 你考虑考虑啊 行行行 不急啊 不急 您考虑一下 我 我 我先给您泡一壶 泡泡泡 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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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 好嘞 喂 梁总 您发的信息我收到了 您不是说要找一个地方再聊一聊吗 要不 我到公司找您去 我不在公司 还是晚上聊吧 我们可以多谈讨一下 那 咱们约哪儿呢 我 我这会儿太忙 要不你去找个酒店 开个房间 开好了把房间号发给我 哦 没问题 我看好了再发给您 别让任何人知道啊 知道啦 再见 梁总 你看看这人 有几个抽钱就想耍流氓 哎 是不是你们男的有钱 都这样啊 那 那也不是 也有那种学了坏才有钱呢 哎 哎 你看你这羡慕的眼神 这梁总就是你的未来吧 那 那要是我未来就好了 我跟你说我要娶那么一个有钱的太太 那我还借你鸡言呢我 哎 你说我用什么语言来比试你比较好呢 就随你便 哎呀 我就那么一说啊 你就踏实了跟家带着 这剩下就是我跟他的事了啊 等我好小心 你不会又要去打架吧 嗯 我跟你相处这么久了 你就不能有一个从心的认识啊 什么叫禁猪者赤啊 嗯 嗯 你动 动脑子 嗯 是吧 猪 不许这么说自己 你 猪者 哎 哎 是你啊 梁总出去了 你要不换个时间再来啊 不是 梁太太 那个我是来找您的 找我 找我有什么事啊 哦 是梁总 让我专程来找您的 这个老梁 什么事啊 这公司一大帮人不找 偏偏大老远地烦你过来 不是 这个梁太太 不不不 嫂子 您看哪 这这有些事 他太熟悉了 他方便不是 什么事啊 你看你 神神秘秘的 行行 行 要不您猜一猜 您敞开了猜 老梁让人抓起来了 啊 不不不不 是好事啊 您 您往好处想 嗯 这么说吧 就是您往您俩人身上想 老梁想跟我离婚 哎呀 我都说是好事了 您 您看您 这这成天都想着什么事 我给您提个醒 啊 您看啊 您俩人这结婚这么些 结婚纪念日 哎呀还早着呢 是还早着呢 这我知道 就是您看啊 您 您俩人 结婚这么些年了 我梁哥 他有工作这么忙 呸 他忙 这公司是我爸爸 给我留下的 他静坐享西成 我看他忙啊 忙的是看那些 漂亮的女人吧 哎呀 哎呀 哎嫂子 哎嫂子 您别急啊 哎呀 要不然您 您再猜猜 我猜不着 您就想想 您俩啊 刚认识那会儿 刚认识 倒是这个时候 就是今天 不对 嗯 我记得是二十号 后天 说 啊 反 反正我梁哥说是今天 其实我梁哥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找一个机会啊 跟你那好好的沟通沟通 找回当年那种感觉来 这个老梁 这么多年 总算费心良苦一次 亏他还想的这些 今天晚上六点半 梁总和您不见不散 啊 对了 梁哥呀 特意交代了 让您把这个换上啊 啊 那那没什么事呢 我就先走了 哎 哎 好 谢谢你啊 哎哎哎 我不送了啊 哎哎哎 他还真来了 嘿嘿嘿 你看他手里拿的什么 我设计的睡衣样本啊 嘿嘿嘿嘿嘿 我这很难想象 他穿成这样 出现了他老公面前什么 两个胖子来了 他怎么来这么早啊 你约得几点呀 八点啊 现在这六点 哎呀 你胖子够急的呀 醒了我约了他太太比他走 走 走 喂 梁总 哎 你到了吗 啊我在呢 哎 哎我这就上来 哎 我走了 我祝你 好 神秘有情调 我喜欢 这个大爷很漂亮吧 我老婆也经常买这个牌子 上品 这就是你的作品 八十分 如果它要是能穿在你身上的话 我就给你满分哦 这小丑 这是什么理解呀这是 我的公主殿下 我愿做你的使臣 我愿做你的使臣 哎呀老婆不回呀 不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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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 老婆你听我 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你听我解释呀 乖 听你解释什么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我没有 我跟她们 打死你都不去 不是 我 我仙君恶心 不是恶心 乖 乖 这是与生俱来的本事 你学不会的 那无所谓了 过瘾就行呗 哎 对她那种老流氓啊 就得有狠招制她 她不是你的未来吗 你这么对你的未来 前途不要了 那谁让她欺负你呢 哎 上帝怎么说来着 啊 当有人打你左脸的时候 你就照她右脸抽回去 这顺上帝说的吗 这是我们村 信上帝兄弟说的 哈哈哈哈 哎 哎 哎 林亮 你说 就把她给得罪了 整那么惨 那你那设计方案 是不是就泡汤了呀 那不然怎么办呢 哎 你让我从来 我告诉你啊 我催了你这辈子 我都干不出这种事 那这好说这也是 咱们的工作室 第一单生意 就这么不顺利 那往后怎么继续啊 没了就没了呗 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咱俩也不是那种 没有承受能力的人 对吧 嗯 还有啊 这有位成功人士 怎么说来着 你们学的会 我的成功模式 但是全部会 我的心酸 心酸是成功之母啊 哎呦 你这就开始酸了 没有啊 还差两小时零七分 我就是欣赏你这种 永远打不死精神 哎 林亮你知道吗 你就是我心中的 蟑螂永远打不死 哎 我真是喜欢 你用说话的方式 是吧 永远能那么糟人 讨厌 哈哈哈哈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啊 你说咱们既然现在 什么都没有 咱们还害怕什么挫折呢 你说得太对了 让暴风雨来得更不客服吧 我说海燕呢 你就长大心吧 来来来 走走走 嗯 嗯 哎 小蓝 你多吃点 你总是那么腼腆 我 我已经吃饱了 小蓝 有一个问题我得 正式给你提出来 你真得认真地考虑一下 你以后的生活啊 都这个年纪了 离了婚又带个孩子 考虑的范围补带 你不用考虑太大范围 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 你考虑一下我就行了 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是认真的 燕森 离婚对我的打击挺大的 我想想冷静一段时间 以后再说吧 可是 你没有想一想 我们当初为什么离婚 离婚不就是为了找一个 更合适的人在一起吗 我们都是过来人 还是谨慎一点吧 慎重 我当然慎重你 要不然我离婚那么长时间 为什么一直单身呢 我就想不能太随便 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终于明白我在等什么 你知道我在等什么吗 等什么呀 就是在等你呢 燕森 我没信心 你是对我没有信心 还是对感情没有信心 都有 不是 其实你挺好的 真的 我 我 我是想说我对自己没有信心 没关系 你还不了解我吗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说实在的 要不是当初我知道你结婚了 也许我到现在还在等你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 这么多年 我就从来没有真心地喜欢过别人 燕森 你别说了 我就是想说出来 让你轻松地去面对这个事情 可是你越说我这心里越紧张 我们顺其自然 慢慢来好吗 慢慢来 我不着急 我就是说出来 心里痛快 不然憋得太难受了 来 我们再吃点 来 我 我吃饱了 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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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 熬了一晚上 干了 是 那谁让你设计的衣服 那销路好了 我都顾不上麦了 你放心 你的努力爷看着呢 等我发达的时候 我就加倍还给你 说 说什么呢 这 这本来你出设计 我出的是力气 那赚的钱就有你一半了 行行行行 赶紧进去再睡会儿啊 还早着呢 那什么啊 燕子打电话过来 说梁总找我们谈设计的事 你说这里面 会不会有什么陷阱啊 他们会想报复咱们吧 怕什么呀 这 他 他能把咱们怎么着啊 我跟你说 甭管上刀山下国海 我陪你了 够意思 走 等等等会儿 我满脸芝麻糊 你让我洗把脸 快点 有没有熟悉的路口 能走回故事的开头 我还会牵你手 再走到寒泪挽流 花盖到图你才便愁 心爱到窒息才呼求 若无法再拥有 就让痛涌垂不朽 回忆笑刺绣 让往事难成就 有 就算将心逃给烈酒 寂寞少感 还能无中生有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哪怕是我眼里的希望 沧桑 沧桑把他狠狠的变成绝望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如果你真的已找到幸福 就把我遗忘 如果说 人生是一场演习 越花里就越浪迹 三号三句 看去像风无言 含着泪叹息 这世界已经太冷漠 一生孤独 那又如何 请忘了我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哪怕是我眼里的希望 沧桑把他狠狠的变成绝望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如果你真的已找到幸福 就把我遗忘 我不敢想